你或许不在行 你有一个外号叫做韩总基 当总统不是总基 当总统也不是读稿基 证监会上总统蔡英文狂酸韩国瑜是韩总基 不只被反抢读稿基 来因更回击民进党的分机谎页 分机1009会打到哪里呢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幽默开酸 这五码代表总统蔡英文 其来有字 又能超买这两个字 来形容这一次的事件 词言案的109条烟 让1009成了小英终极密码 要听到关键数字又怎能忘了他 陈明文分机300 民进党另外陈明文在高铁上 遗失了300万 让300这个数字从此如影随形 不过可不是人人有个人分机 来因再酸有个分机号码很热门 让杨慧如谢长廷陈吉仲抢着用 当然1450是大家没有办法忘怀的啦 不管是这个杨慧如 不管是陈吉仲等等 他们都是透过这样的分机 来打击这个韩阵营 或者是韩国瑜市长等等 所以呢这个分机我想的是非常忙碌 常常打不进去 另外还有赖清德原本2020的分机 初选输给小英被迫改号2024 或是前总统陈水扁 看守所代表号2630 都遭网友大赞 看完苗董 亏人者呢人横亏之 酸人者人横酸之 到底在这几年 民进党的贪腐也好 还有包括司法人民不满意的案件 关键的密码数字 人家怎么看你 请民进党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最好完全执政的蔡英文 先刮清楚自己的胡子 韩菜工房金具联发搬出总机 说究竟也意味让绿营大头们 过去终极密码再被棋底 也成医生你配讯台报道